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森林白柱丸和香沙六菌丸要怎么选呢? 今天沈医生就通过舌相告诉你 快拿出镜子看一看自己的舌头吧 一说到健脾化湿的忠诚药 相信大家都能想到森林白柱丸和香沙六菌丸 但是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两种药要怎么选 或者用了其中一个 健脾化湿的效果不是很好 这又是为什么呢? 现在沈医生就通过舌相告诉你 首先是神灵白柱丸 可以健脾益气肾湿止泻 适合脾虚湿盛大便不成形 经常拉肚子的人参考 如果你的舌相和这个图片一样 感觉上面有很多水 看起来很湿 像要滴水一样 同时还有齿痕 整个舌头的颜色是淡白的 舌胎也比较白 这就是脾虚失胜的表现 这种人通常还会有精神疲惫 乏力不想动 感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每天大便次数很多 大便也堂蟹不成形 还经常粘在马桶上冲不下去 这个时候就可以参考神灵白柱丸了 接下来是香沙六菌丸 香沙六菌丸可以意气健脾 行气合胃 对于脾虚气质导致的腐胀 打嗝反酸消化不良有很好的作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片上的舌相 这个时候我们的舌头就不是那么水滑了 而且比较干燥 同时舌苔很厚发白 整个舌头也比较胖大 这些都是脾虚气质 水液食物运化无力 弹食困脾的表现 这种人的口气也会很重 经常打嗝 肚子又胀又痛 稍微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肚子很不舒服 不消化 大便次数比较少 甚至好几天不解一次 这也是脾虚气质的表现 这种情况来参考香沙六菌丸就比较合适了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森林白猪丸对于脾虚湿胜偏重 蟹蟹明显的症状比较适合 这种舌头是比较湿润的 舌头颜色比较淡 舌苔也比较厚 香沙六菌丸对于脾虚气肌运行不畅 导致的不消化 腹胀腹痛打嗝比较合适 这个时候的舌头舌苔比较厚白 舌头也是淡红的 你今天学会了吗